羞耻心是什么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 因为当一个人越来越没有羞耻心的时候 就越容易做一些很极端而且危险的事情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法律跟宪法是给有羞耻心的人 没有羞耻心的人不在乎法律 也不在乎规定 这个就是我们跟我们的敌人最大的差别 我跟很多保守派的人一样 认为目前还是一个文化战争 认为我们可以透过沟通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还有价值观上面达到一个妥协 跟一个基础的共识 这几十年下来 我们根本就不敢相信他们会这么做 要废除警察 要在学校教导种族歧视 男人可以变女人 要废除宪法 在疫情的时候 把所有的商店、学校、工作场合全部关了 然后把监狱打开 他们要连九个月的孕妇都可以堕胎 各式各样的我们本来想都不会想的事情 但是不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 我们很生气 说这个不合理 而且没有道德 跟事实相反 违反我们的信仰 违反这个国家的宪法 他们就跟你说 对啊 我们已经跟你讲了十几二十年了 我们讨厌的宪法 我们讨厌美国 我们就是要废除这一切 我们就是讨厌你啊 我们就是要推翻这所有的制度啊 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 Mondry Jones 很生气 因为民主党没办法强制的通过 他们的枪支管理法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想要保护自己 而且想要有能力 来保护自己跟自己的家人 而且像治安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更觉得应该要可以保护自己了 像在加州、纽约、芝加哥 这些左派的枪支管理最严重的城市 很明显的显示 枪支管理根本没有用 进枪根本没有用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进枪 不择手段 摧毁制度 也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现在有宪法保护又怎样 现在有法律跟程序制度又怎样 就把宪法跟制度全部推翻不就好了 它是我们来保护自己 从你 我们没有选择这个战争 我们曾经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同样 同样你当你年轻人 但是我们不能让你 你再来这一步 更多 足够是足够 足够的你告诉我们 学校图是一件事的 当每个其他国家 像我们的我们 可以用死去 我们继续 我们不要没有 放草 我们扫测 我们不要动 我们一定永远 我们都可以用 你不要动 我们不能动 我们做出生意 我们不能动 不擇手段 我們會不擇手段地達到目的 這個就是左派一直在重複的 只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人不想要相信而已 我們認為他們還是可以溝通的 還是可以有被救贖的機會 不會吧 怎麼會要廢除兩黨談判 怎麼會要廢除最高法院 怎麼會要廢除憲法上面的check and balance 三權分立,彼此制衡的機制 他們的回答就是 是的,我們就是要廢除這樣的系統 但是在憲法上面 我們不喜歡憲法 我們連憲法都想要一起廢掉 左派的人常常說他們在守護的是憲法 守護民主 例如他們會說 墮胎是憲法保護的權利 但是當他們遇到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時候 持槍權的時候 憲法就是應該要被廢除的文件 他們不喜歡三權分立 他們不喜歡政府的彼此制衡 他們就是想要獨裁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不斷地在重複的東西 以下是另一位民主黨眾議員 David Sicilin 他說 就是說什麼狗屁憲法 什麼憲法權利 根本就是 這個可以當民主黨最新的競選廣告耶 對不對 去你的憲法 什麼BS權利 這個就是美國目前的情況 一邊的人想要推翻整個美國的制度 因為他們想要把所有的權利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只要有所有的權利 所有的民主 民權 選舉 所有的法律 都可以隨他們的意願控制 事實上就是 他們跟以前的國王有相同的思想 人民不應該有權利 不應該有權利來決定任何的事情 人民有義務 人民不該有權利 一切只要聽他們的這些專家跟教授走 就沒事了 憲法 最高法院 兩黨協商 是美國政治系統上面的一個阻礙 不應該存在的 徹底的極權政府才是 民主黨認為 最完善的政治體系 他們要的就是人民自相殘殺 為了得到政府的認可而彼此攻擊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有現在這麼多的議題 什麼變性人啊 同婚啊 墮胎 全部都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憲法權利 來製造紛爭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在權利下面 人就會失去所謂的羞恥心 跟剛剛那位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一樣 為了奪取權利 不擇手段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要三權分立 權力不能被集中 而且人民要有自由 人民要有能力來保護自己 任何議題都可以拿來躲權 例如最新的這個油價報表 拜登現在在推行一個 Defense Production Act 目的是要來創造更多的綠能 太陽能板 提升太陽能板的數量 這個Defense Production Act 是要來面對一個緊急情況的 讓政府可以忽略很多目前的規定 還有規則 在緊急情況下可以迅速的行動 來提升某個產品的數量 例如說 韓戰 越戰 那時候要做的是坦克車 M1 Grand 這個步槍 軍隊的制服之類的 就連新冠肺炎的時候 也有製造口罩 防護服 呼吸器之類的 但是現在有什麼緊急情況呢 為什麼要用Defense Production Act 來做一個功能很差 而且非常非常沒有效率的產品呢 On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that was announced today The President Taking a step back from that What emergency is the President using to invoke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because historically it's been in the 1950s for the Korean War and during COVID it was enacted What emergency is it with the real emergency in the solar industry for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So let me I was gonna say first the President you know when he takes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it's to make sure that he's delivering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that he has used a couple of times and has been incredibly effective So for this particular Clean Energy Defense Production Act he is invoking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to rapidly expand domestic production of solar panel parts building insulation he pumps and more he is putting the full for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urchasing power behind supporting America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ers aldine aldine bastion 白宮發言人就說 國防生產法就是要來提供美國人民的... 我幫各位翻譯一下,OK?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需要給你答案 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堂堂大國的政府 需要跟你們之間人民解釋什麼東西 你們不想做的話 我就會強迫執行啊 目前太陽能有什麼緊急的情況? 而且國家支柱的生產模式之前也有啦 歐巴馬的Solandra不就是這幾十年來最大的貪污案嗎? 修拜登的兒子在烏克蘭貪污的 不是也都是太陽能版的公司嗎? 全部納稅人的稅金 也不就全部掉在民主黨的人的口袋裡了嗎? 現在美國缺糧、缺油、缺奶粉 但是我們要用國防生產法 來產生太陽能版 蛤?蛤?蛤? 接下來這位Crision Pierre 被問到現在的油價 現在的油價真的是會讓 美國人起來暴動的情況啊 我開油電車我都受不了了 Felicia跟Persilla都說要在家裡工作了 現在油價已經變成了史上最高價 而且還會更高 然後這位白宮發言人的回答是 你們這些美國人有什麼好抱怨的啊? 歐洲的油價更高啊? 對!這個就是你們其中選舉的打法 OK?生活好糟糕喔! 但是你看法國更爛啊 我們都說出發了 我們有很多次次 中國特朗普的提供 通牲 他賣的價錢 會增進來 $1,51 而且我希望更加 因為這位很重要 讓人明白 I think we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flag that similar issues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EU, gas is $8.15 per gallon and has increased by $1.74. In Germany, gas is $8.88 per gallon and has increased $2.16. In Canada, gas is $6.23 per gallon and has increased $1.93. And all of this has happened since December of 2021. This is to your point, Phil, which is this is a global challeng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is feeling across the glob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is feeling across the globe. This response is very great, right? 他给了你一堆统计数字 然后跟你说 我也不能怎样啊 大家都很惨嘛 全世界都这样子嘛 你不要这么负面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加拿大人的话 你现在是不是更糟糕 但是问题是 造成这样结果的 不是加拿大 不是法国 不是德国 是你们民主党啊 这是你们造成的结果啊 根据CNN的政治分析专家 Harry Eaton 就连他都说 这是近80年以来 对共和党最有利的政治情况 有两个人的联网 对共和党的资计 有两个人的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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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个人的资计 这是一个方法的资计 通过的资计则 从中央的资计 和中央的资计 这个是CNN的专家 而且还是很保守地 看待这次的选举 他说共和党这次有机会 有两百三十六到两百四十一的这个众议员席位 这是非常非常保守的说法 事实上就是 共和党目前已经有两百零八个席次了 所以他说的是比较低的可能 因为这是CNN 低于三十席 因为共和党目前的气势是非常非常强的 上一次的选举多拿下了十五席 但是如果这次会有一个什么 Red way Blow out 的形式的话 很有可能会是在两百四十五席到两百五十 如果这次共和党可以持续这个气势 而且民主党不断在捅自己的话 今年选举结果很有可能创造一个 历史上共和党拥有最多 众议员席次的选举结果 会导致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 民主党没办法控制自己左派的进程 他们还是把AOC这样子的人放在最前线 讲一堆来催眠自己民主党内的中间派 这些人不断的在摧毁自己的票仓 不断的帮自己的挖洞 让整个马克思主义在民主党里面陷得越来越深 导致就连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的人 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连结 以下是AOC 在解释 Latinx 是什么 或是Latinx 我其实不太清楚怎么念 Latinx 如果各位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就是美国的中南美部的西语艺人 不知道自己的性别 性向就是他们错乱的人 认为自己的民族以及性别代词 Anyway 以下是AOC解释 就算全美国没有任何的西语艺人 认为自己是Latinx或是Latinx 但是 因为西班牙语的名词都有男女之分 男人叫做Latino 女人叫做Latina 因为名词都有分男分女 为了要性别平等 所以就应该用Latinx或是Latinx 各位住美国的朋友 欢迎去问一下 你身边的墨西哥朋友 有没有人认为说Latino 或者是Latina 是有歧视的意思 我知道讲中文的人比较难懂 因为我们男人跟女人都叫做他 虽然写起来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这个就是左派要的 他们要改变语言 来证明他们好像发明了 或是发现了什么新东西 在这边 我拜托民主党的人继续做下去 继续搞下去 拜托你们左派继续闹下去 我们就来看看其中选举会怎样 以下是AOC说 你就是要用Latinx 你不用的话 是因为你歧视 你无耻 你没有爱心 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情心 有些计划 包括Democratic 计划 准备 准备 Latinx 他们说 这个是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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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这样 这些人没有判断 那些人 那些人的名称 是不关于你的 选择 这个是不关于你 第二个 如果在你的军事文章中 是你认为 是贏或是赢了 你必须要谈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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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谈谈人的职业 你必须要谈谈更多的问题 你必须要谈谈谈更多的问题 那些人也要谈谈谈 他... 是个神经病 意思就是 他认为 美国应该要无条件的 接受左派的垃圾 这些他们创造出来 这个中性词 只要他们一直在推崇 这个Bernie Sanders的 全民健保就好了 Good luck! 很多人不相信 政府是洗脑中心 很多人相信 军队还是在川普的手上 美国的警察 美国的军队 是受过专业训练 来保护我们的 左派要侵蚀的 不只是我们的小孩 生活方式 夺取我们的枪支 他们还想要把这个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彻底滑解 成 不知道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这个月是 骄傲月 所以有一群人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自己的这个性别 性向 性取向 跟自己私下这些变态的行为 感到骄傲 这包括了美军 美军 每一个部门 陆军 海军 空军 太空军 全部都来发推文 来说自己很多元 很接纳 在军队里面 你可以做自己 这个 非常奇怪 因为历史上 任何一个军队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剃光头 穿制服 把你洗脑成一个 完全没有自由意识 完全接受命令的一个人 这才叫军队 你没有个人意识 你没有个人目标 军队不是一个 达到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地方 而是 你跟你身边的人 成为一体 来执行一系列的 以集体的利益为主的任务 这个就是军队的意思 一个充满自我 充满着自由的军队 就是一个很烂的 而且什么都做不了的军队 美国的骄傲 海军陆战队发出推文 他们又说什么 他感谢LGBT这些人 美国海军陆战队 会创造一个平等 平权 跟尊重的环境 那这就很奇怪 因为 左派最爱说的就是 美军很糟糕 美军侵略 什么爱打仗 西方帝国 殖民主义 之类的东西 但是现在只要军队变GAY 就好了 就好棒棒了 我觉得 我们这些纳税人 需要一些统计数字吧 来证明 我们的军队 如果变GAY了 战斗力就会提升 我在这里不是在吐槽 就是军队里那些LGBTQ的人 那些人都是做了我没有做 甚至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 但是 我认为 应该要给我们这些纳税人一些证据说 为什么我们军队的战斗力 是来自于军人的性取向被接纳 来自于军人的性向多元 历史上任何一个军队的目的 都是要抹去军人的个人人格 来达到一个合一 所以我不懂现在美军在做的事情是干嘛 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 以下是美国的空军 一个 应该是女飞官 我会说她是女的 因为她看起来好像是个女的 但实际上 她可能是一只猫 或是任何她想的东西 因为是骄傲月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正常的标准 上面说 骄傲月快乐 我们空军很棒 我们非常多元 来让我们的力量更强壮 我们让每个军人都可以达到他 人生的高峰的可能 骄傲月快乐 是齁 军队是一个让你可以达到 个人高峰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就是 军队是一个 如果别人要来伤害我们国家 我们就会对他丢炸弹 把坏人全部杀死的组织 就是用这个样子的威胁模式 来维持和平 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说 个人的生活高峰 应该是从军队来的 这感觉 比较像 某个大学的广告吧 接下来还有 Space Force 太空军 就是一个太空人的娃娃 站在一个应该是代表 太空的一颗球上 应该是在形容 就是美国登月的时候插的旗帜 那个国旗 但是 那个国旗 现在被改成了 代表同性恋的六色旗 对于左派来说 美国的国旗 代表的压迫跟邪恶 所以说他们才会 在美国国旗 以及国歌出现的时候下跪 目的是 是要来抵抗这个国旗跟这个国家 但是 六色旗代表的是性解放 性爱自由 代表着多元 包容 这些都跟国家的军队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们美国的军队 现在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些人原本应该是要来保护我们的 保护我们的生活 保护我们的国家 保护我们的家园的一群人 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 今天的讯息量有点多 但是都可以归根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社会失去最大的就是羞耻心 羞耻心是让我们不去做坏事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会躲藏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是我们欺骗 试图脱罪的最大原因 各位可以设想看看 如果当时 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素上的果子之后 神问他们说 亚当你在哪里 然后亚当就大摇大摆走出来说 怎样 我就吃了啊 你那什么律法磕在心里 我才不吃你这一套 去你的律法 什么BS权利 这个世界会变成样子 但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 大洪水之后 神在空中画出了七色彩虹 应许着全人类 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杀死所有的人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在挥着六色旗 嘲笑着神 跟我们的神说 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 你不是信实的神吗 你能怎样 没有错 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羞耻心的时代 不知道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被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被问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答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的回答是 基督教是唯一一个有律法的信仰 而且我们的律法是写在圣经里面的 这套律法叫我们自我反省 自我了解 管理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人生 而且有所突破 佛教没有律法 只有上辈子跟下辈子 可兰经上面没有律法 听到的Sharia law 是依照可兰经上面记载的 而写出来的一套法典 跟汉默拉比法典一样 只有圣经上面是唯一有神说的律法 也就是说 律法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是极为重要的 传福音的时候 不只是要把耶稣死而复活 把爱传出去 更要把律法传达出去 才可以有正确的价值观 也就是说 律法就是抵抗现在世代最强大的武器 律法就是抵抗骄傲最强大的武器 神给的律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东西 而且是改变这个世代最必要的元素 因为律法会让人有羞耻心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